来 来 来 那我们做事吧 好 走 我这老师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我们之间不需要再联系啊 小颖 干吗 你谁啊 你发什么神经啊 你发什么神经啊 你管得着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破他吗 我不管你什么原因 你为什么要破他 我告诉你 你刚才就算是动手 我以为还会来的 小颖 小颖 你要干吗 佳玉 他谁啊 段家许 我找你你别让我走了 小姐 不好意思 请你出去 你以为你还精了是不是 你这辈子都欠我的 我告诉你 请你出去 别说 你以为你还精了是不是 段家许 我不会帮你走的 罢了我 小颖 你没事吧 小颖哥 我们走吧 太冷了 把衣服先穿上 尝尝这个 尝尝这个 你能不能给你 尝尝这个 吃一个 你怎么没有跟社友他们出去玩啊 相处得不愉快啊 没有啊 我跟他们关系都蛮好的 只是因为今天他们去中心广场 参加跨年倒计时 我觉得人多 而且银河太冷了 我不想出门 那我一叫你就出来 那是因为 是因为我本来就欠你一顿饭 我今天要是不来的话 你就会觉得我在赖赵 不想请你吃饭 我说那个话只是开玩笑的 对了 上次在医院 我不是故意要拿你开玩笑的 我 今天哥哥想到这儿 正式跟你道过歉 这有什么好道歉的 又不如什么大事 再说的已经过去很久了 好了 你多吃点 今天我请客 当时我赔罪 不是说好是我请客吗 我本来又还欠你一顿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吃完这顿饭 我们就不用再见面了 也不可怜可怜 我这个顾驾寡人 陪哥哥吃几顿饭都不行 夏许哥 你快吃饭吧 今天话真的很多 好不容易请我们小丧志吃个饭 都聊聊天怎么了 那聊聊你 最近感觉学习怎么样 那些东西觉得有兴趣吗 老实说 大一的时候专业可不会太多的 但是大二的时候就会多的 老实说 老实说